这一刻,无论你身在何处,总有一种回忆引入的心结 记忆中那道温暖的身影,记忆中那股熟悉的味道 2018年7月31日起,每周二晚9点15分 老家的味道,品味美食中的香愁与烤动 他们是美食,他们也是人们心中的牵挂 从小的时候都喜欢妈妈做的酱,除去工作了之后 也终于想念家里面的这种味道 一周一饭之间,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生活哲学和关爱 今晚9点15分,老家的味道,知回味香愁 河南商城马燕村,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气息的地方 在这里传承了三百年的不仅仅是建筑群落 还有淳朴的民风和美味的家宴 西瓜酱,酱焖鸡,焖罐肉 这不仅仅是一道道美食,还是人们儿时的记忆 总有一种味道伴随着父母的牵挂 也伴随着我们浓浓的关于家的味道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老家的味道之回望乡愁 对于中国人来说 饮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身体所需的营养 美食被赋予了更多的内容 一周一饭之间蕴含着生活的哲学 和对家人的关爱 他们总在不经意间涌上心头 让人住俗,回眸,眺望 四月的清晨 雨后的山村清新如洗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泥土味 对于从小再次长大的鱼鹰酒来说 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 每年清明节 无论多忙 四十九岁的鱼鹰酒都会从百里之外的商城县城 赶回马燕村参加一年一次的祭祖仪式 为祭祖准备一场盛大的宴席 是八十一岁的李泽英和儿子鱼鹰酒当下最紧迫的任务 作为这场宴席的主厨 几乎每一个环节 李泽英都要亲力亲为 李泽英年轻时 就烧一手好菜 是远近闻名的于世好媳妇 附近十里八乡的人们 无论红白喜事都会请她去做菜 如今虽然年龄大了 但是祭祖宴席总少不了她去把关 三百多年前 祖辈在马燕村建起了这座有一百多间房子的古屋 曾经在此生活的家族成员大约有三百多人 三十年前 随着他们的离开 族人越搬越少 古屋也变得萧条 热闹的场景也只能在家族祭祖会上才能重现 伴随着祭祀活动达到高潮 李泽英和帮手们也开始忙碌起来 近一千斤的食材 从采购到烹饪绝非一件轻松的事 但依赖着全族人的团结协作 依然可以井然有序 他们今天将共同呈现的是 商城地地道道的杀猪菜 刚刚宰杀好的黑猪是这次宴席的重头食材 村民们需要加快动作 否则就失去了新鲜的彩头 把盐抹匀 反复揉压 开始长达四十分钟的腌制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其中隐藏着猪肉从腥到鲜的奥秘 清明祭祖 不仅仅是缅怀仙人 更重要的是 让新加入的小辈人 认祖归宗 明祭祖训 反省自己 感悟人生的价值 这是中国人秉持千年的信仰 小题为一下 众形为本 离你连连迟 长辰日信 样得样肥 犯人猴困 这是日式的 祖宗的教训 希望日式 侯卑都 密集在一心 以着 祖宗的教训 去 扳死 祖人 腌制后的猪肉 迅速切碎 搭配上新鲜的蔬菜 拌成肉馅 撒上红薯粉 速度与力道 决定着肉丸子最终的形状 手慢 丸子成扁平状 力道不足 丸子成椭圆状 恰到好处地使用巧劲才能保证肉丸子的完美形状 寓意着团团圆圆的丸子 寄托着掌勺人对于族人的美好祝福 要想使每个人分享到最佳的口感 李泽英和帮手们 必须趁着热乎劲 迅速把腌制好的猪肉 来自我先视频 来自我先视频 中文字幕——YK 因为年纪到了 眼神也稍微焦一点 等着也稍微烦慢一些 做的样子上 可能跟人家有所焦点 没得让人家泥路了 但是我感觉了 老孟前做的菜还是最好吃的 一顿乡村宴 以美味为再提 总能使曾经的相识和旧情 瞬间接通 重温记忆 对于河南平鼎山 鲁山县的人来说 无论他们身在何处 有一种美味 总能唤起他们 对家的眷恋 三福天 一年中气温最高的一段时间 却也是晒酱的最佳时节 酱作为调味品 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善于烹饪的中国人 更是别具匠心的 把这种调味品 运用到各种食材的加工中 浓浓的酱香味 也随之成为众多食客们舌尖的最爱 进入八月 三福天已接近尾声 这意味着可以晒酱的日子 也即将结束 羊妈妈要趁着温度还高 抓紧时间赶至家里最后的一批酱 每到福天 羊妈妈晒的酱 要满足全家人一年的使用 孩子们爱吃 是他最大的动力 即便辛苦 他也甘之如頤 清蒿 河南鲁山当地的一种野草 漫山遍野都是 看似普通 羊妈妈晒酱 却离不开它 这也是山里人独有的智慧 大人头老年人都知道 祖祖米尾 dar 这边这儿流传下来了 做这个动气流之后 就是 其实发酵 小的时候 把鸟他们论点乌酱 都是这儿坳的 不出来吃都可香 你要炒菜的话 你老远的都飘出那香味 可好吃 哎呀 这天 真热呀 杨妈妈晒酱的手艺 来自于母亲 如今已过不获之年的她 已经成为了一名晒酱高手 只是山里会晒酱的人 却越来越少 中国人常见的调味酱 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是以豆类为主的豆瓣酱 另一类则是杨妈妈 最拿手的面酱 也就是当地人 常说的老土酱 小麦粉 正是做面酱的主要原料 放到这里头去 它做成个蜗 做成个蜗 然后酱就在这里边屋里 家里的桶荒 已有些年头 是专门用来制作老土酱的 过去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 而如今却很少再见 看似制作简单的老土酱 却有着诸多繁琐的工序 烫面 烙饼 蒸熟 爆晒 杨妈妈却乐此不疲 一早就备好新鲜的花椒叶 滚沸的花椒水是烫面的首选 随着搅拌 花椒的鲜味与面粉融合 这正是老土酱 烙饼的关键是注意火候 饼烙至五分熟就要出锅 切成饼丝后 再上笼继续蒸 饼丝的干湿度 将直接影响着老土酱的最中口感 一切准备就绪 剩下的就交由时间与光照 福天的爆晒 结合清蒿的热量 饼丝开始发酵 七天后 降香四溢 高温下蛋白质经过分解产生氨基酸 淀粉 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 老土酱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 不仅滋味鲜美 而且可以丰富菜肴营养 酱火 酱焖鸡是儿子最爱的一道菜 丈夫一早就出门 到家附近的溪边挑山泉水 只有山泉水做出的酱焖鸡 味道才最鲜美 羊妈妈就负责准备食材 鸡是自家养的土鸡 如今市场上叫卖的 大都是素成鸡 从敷出到端上餐桌 时间很短 口味欠佳 作为母亲 总想给儿子最好的 这自然需要 羊妈妈花费更多的心血 做酱焖鸡 该有的佐料自然不能少 老土酱却是关键 虽说是老土酱 吃食也有讲究 油温不能过热 必须不停搅拌 二十分钟后 酱香与肉香完美结合 美味集成 晚餐 都是儿子喜欢的菜 或许在未来 无论何时何地 他都不会忘记 尺间那浓浓的酱香 那是爸妈的牵挂 更是家的味道 他们是美食 他们也是人们心中的牵挂 从小的时候都学完 妈妈做的酱 出去工作了之后 也从头想念 家里面的这种味道 一粥一饭之间 究竟蕴含着怎样的 生活哲学和关爱 做的酱香 气泡油太冷了 给鸭肠 还可以酱皮味 酱香就酱香 今晚九点十五分 老家的味道 知回味香愁 对于西华县的 李凤花来说 自己亲手制作的 另一种酱 是女儿的最爱 十日的天气 已经入秋 早已经不是西瓜的季节 四十七岁的李凤花 专门到离家不远的超市 买了几个西瓜 李女儿白云回家的日子 还有三个月 她最爱吃的一样东西 应该开始准备了 李凤花要做的 是河南西华 是河南西华常见的西瓜酱 家里的醇酱已经吃完 晒酱最重要的阳光 也已显出颓势 但只要女儿一句 想吃 母亲总会竭尽全力 波及 灶台 都是旧日用熟的物件 小院如同严阵以待的战场 每一粒黄豆都要细细挑剪过筛 接受一位母亲的严格检阅 老灶的柴火早已烧忘 锅里煮着的是已经泡好的黄豆 大粒的黄豆煮到软糯 锅中沸腾出的香气 是女儿小时候最爱闻的味道 捞出 放凉 还带着些许水汽的黄豆 拌上早已准备好的面粉 在大缸中发酵好之后 最重要的配料 西瓜 就该登场了 入秋的西瓜水分不多 却然红沙甜 正好给酱豆加入了绵软的口感 也带来了丰富的味觉层次 中原的冬天 寒冷而漫长 储存过冬的酱 是每个主妇都熟练掌握的技能 但这季刚过了十令的假能不能酿好 李凤花的心里没有底 酿酱的过程 也像是一个孩子长大的过程 一切要交给时间 不能急 慢慢等 在从小吧 我闺女爱吃这个酱 说现在大了 十七八了都该出门去了 在外里打我门 她一直打电话让我给她接酱 我也不会急 她就是回来一次带着鸡炭 都是带到外地叫她们吃 她们也吃富了 母亲做酱的手艺 成了女儿引以为傲的资本 以前都是家庭穷 也没有什么菜 都是为了这个酱当 这个饮食吃 家里做饭都是吃 都是吃那一小碟 晒那小盆啦啥啦 小盆啦都是这样 女儿白云回家的日子 终于到了 妈 妈 回来了 你俩多少钱才回来 你吃的啊 现在的农家 过得早已不是 是往年离开西瓜酱就没菜吃的日子 即使是在物产不多的冬天 母亲也能轻轻松松地为女儿整制一桌好菜 西瓜酱也已经从主菜变成了提香增味的配角 吃的是它浓郁香醇的味道 今天桌上的主菜是酱香鱼 将新鲜的鲤鱼切花刀 裹上鸡蛋调制的面糊下锅 适宜的油温将鱼皮炸得金黄酥脆 底油爆香葱姜 必不可少的 当然还是西瓜酱 调好的烧汁与鱼肉融合 是女儿远在他乡 也念念不忘的美味 从小的时候都希望妈妈做的酱 一次销售嘛 家里经济调整也有限 酒店现在大了之后 出去工作了之后 也终于想念家里面这种味道 妈妈做的这个酱的味道 这种的酱的酱的酱 拿来卤拿来辣椒往上一叫 好吃还好看 你都别的不要 这样你光炸的酱都可以了 都味道出来了 都可好 这桌精心准备了三个月的菜 总算等到了女儿的到来 一家人迎来了难得的团聚时光 坐在自家桌旁 坐在家人身边 即使饭菜只是一口馒头 一口酱 也会胜过无数人间智慧 午后温暖的阳光 穿透树叶洒在自家的小院里 母亲对女儿叙叙的家常中 说不完的总是浓浓的牵挂 这是一家人难得的团聚时光 总有一种味道 伴着儿时的记忆 伴着父母的牵挂 一如西瓜酱的酱香 对于鸾川县的赵新来说 漫山遍野的柿子 是她忘却不掉的儿时记忆 有活着是怎么可能不可能 但是长大之后出去觉得 外面柿子确实有活 就咱这儿没活 赵新的家乡白土镇 是有名的无核柿子产地 她的父亲更是远近文明的 无核柿子醋王 她是汤汁打 别人的柿子我也吃过 常常没有在那儿出开后 海拔落差达一千多米 跌宕的地貌起伏 是仅有24平方公里的卵川 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气候类型 白土镇常年光照在两千小时以上 为柿子的成长提供了充足的光源需求 巨大的海拔落差带来了巨大的昼夜温差 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 反倒促成了优质柿子的形成 都在北都想 我们下边再去 它是什么都变得入 你像外地呢 是不是说要是 这都在哪儿的时间场 它慢慢变 别说都可以 中国人对食物保存的方式 可以说是世界上方法最多的 对于这些过了十月 就被自然淘汰的柿子 很早前 人们就发明了柿子醋的方法 现在每年 赵新的父亲还会酿上脊缸 自用或送亲友 柿子对于他们这一辈人来说 就是艰苦年代最美的美食 今年 由于雨水太多 柿子的成熟期 比往年推迟了半个月 赵家父子和山中遍布的柿子 都在等待着一场双降 对于柿子来说 那将是他们的成人礼 期望中的双降 姗姗来迟 一夜之间 众多的柿子 在金黄的色彩之外 披上了一层漂亮的红色 崇山中的老柿子树 很多都已经上百年 由于柿子树 属于产一年歇一年的树种 因此 深山中 哪些树今年是否结果 都在醋王赵焕成的心中 清楚地记着 老柿子树 那柿子比新柿子好吃 双降后的柿子饱满红润 采摘时要用硬柿子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 硬柿子就如同人的壮年时期 其营养成分和可塑性 都是最高的 相比以往的自然发酵 赵焕成对此进行了改良 通过室内加温 和用自然醋区的方式 大大加快了柿子醋的酿造时间 将采摘回的柿子认真洗净 切碎 按比例放入20%的敷皮 倒入祖传教缸内 用钙密封 敷皮可以产生天然的淀粉酶 也就是醋区 促使食物发酵 通过室内生火加温 使钢内温度达到50到60摄氏度 有机物在密封的环境里 逐渐发生蜕变 15天后 赵焕成用麦结杆开始淋醋 以此检阅醋形成的程度 此时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 而这却预示着 醋的形成还有待时日 八小时后它都是有酒味 它最高酸度能达到六点多 都可以淋醋 又过十天后 赵焕成2017年的 第一缸无核式子醋 淋香溢出 为了庆祝投茶醋的产出 赵焕成邀请亲友一起过来聚餐 家乡菜里地不可少的 当然是狮子醋 基本上都是醋 咱这黑土猪相对来说正宗一点吧 黑土猪也是蓝川的特色 放养的土猪 肉质鲜美 韧劲足且香 独特的柿子醋 配上黑土猪肉 是这里的美食一绝 感觉外面的醋 比较那种酸的 有点严重的那种 特别酸那种 咱这边的醋 比汤里的吃起来 比较酸甜一点的那种感觉 像这样热闹的家庭聚会 在村子里也很难再见 照心希望 儿时记忆中的场景 能从今年开始逐渐恢复 信仰人刘志谦 总是步履匆匆 但是有一种美味 几十年间始终陪伴着他 杨历十月下旬 转眼已经秋末 空气中弥漫着阵阵凉意 每当这个季节 淮河岸边的黄川人 总会用一种当地特有的食物 补偿苦夏的亏空 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冬 俗称贴秋标 这也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 这也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传统 百里之外 一场秋收之后的满月宴 等待着刘志谦的到来 刘志谦 今年七十三岁 是黄川县皮影戏传承人 在玉米之乡的黄川 皮影戏非常盛行 每逢喜事 乡亲们都会请刘志谦 唱皮影戏来庆贺 然而天气转凉 伴随而至的胃病 耽误了刘志谦的行程 早年间 为了养活三个子女 刘志谦 风里来与离去 落下困扰多年的胃病 为了缓解病痛 每次刘志谦出去唱戏前 老伴李国芳 都会比他早起两个多小时 制作一种当地传统的 健胃滋补汤 清炖麻鸭汤 早前我就唱戏 其他都太冷了 喝酒 喝鸭汤 喝暖化 他还可以讲皮味 笑起来就笑起来 清炖麻鸭汤 食材非常讲究 鸭肉必须选用三养两年以上的淮南麻鸭 淮南麻鸭的羽毛 棕褐色 带点黑麻花点 比普通鸭子肉质细嫩脂肪少 老伴李国芳 把自家水塘放养的麻鸭 退毛 洗净 切块 然后下锅 大火焯水 去除血污 以及腥膳等异味 超过水的鸭肉 加入老姜 料酒等调料 大火烧开 十几分钟后 鸭汤透明澄清 脂肪团聚于汤汁表面 香味四溢 旺火改小火 李国芳需要等待两个小时左右 两个小时的时间 对于快节奏的都市人来说 是一个极其漫长的 费时费力的过程 然而对于李国芳来说 却是一次最短的等待 为了支撑整个家 丈夫常年在外唱戏 一年中 李国芳和刘志谦 只有三四次的见面机会 自从19岁嫁给刘志谦 50多年来 等待丈夫回来 是李国芳的生活常态 老的鸭肉脂肪少 肉质坚韧 经过两个小时的温火炖煮 鸭肉鲜嫩瘫牙 且汤浓味醇 起锅前 再加入当地的愣头青萝卜 不仅增味 而且解腻 材质上的大荤大素 激发出滋味上的大开大合 同济食材间的碰撞 把秋天的韵味 渲染得风外浓郁 在当地淮南麻鸭 还有一种做法非常流行 刚蒸熟的鸭子放入油锅 高温迅速抑制了枝叶的流失 锁住了营养成分 鸭皮在高温下爆裂开来 香气扑敌 这是当地有名的香酥鸭的做法 温火炖出的鸭汤 清香 味甜 可口 有滋补 养味 补肾等功效 鸭子吃的食物多为水生物 骨骑肉 味甘性寒 所有的一切 足以令刘志谦忘记远行的寒冷 我一直在长期 一年到处都在外面长期 一般都在这儿做出去 中间都来个一次两次 一直到面上来回来 所以在家里 那时候还很不够 后来在天粉朵 我都在那儿全过来扔 要学生话 他就受了苦爱 我两年青春都为可怜 学生在我那儿 福利过月 吃几次了 男生两个人跑过三个月 也没说痛也没说气 一般都很心坏 嗯 情播生慢点 天文化 走路 我做了啊 您会呀 我走路 黎小火 请华 多杨茜 多杨茜 小杨茜 巴尔 另外 除了 眼中 半夜 新生的婴儿在秋收之后满月 是宴请亲朋庆贺的时候 满月酒要按照历书挑出最好的日子 肉菜的多少检验着主人家的诚意 整个仪式从早上九点持续到下午四点 将近七个小时 这期间刘志谦只能休息半个小时 寒风细雨中 刘志谦依靠妻子的一碗鸭汤 哼唱出千里淮河最美的韵律 当食物中融入亲情 足以让最平常的食材变得酸楚动人 对于很多信仰人来说 最能打动他们的美食 还有冬日里的腊肉 那是他们割舍不下的 家乡美味 冬日的信仰一场大雪过后 被积雪覆盖的茶田深处 是群山环抱中的四河村 腊月里炒制焖罐肉 是当地人过年备年祸时的一种习惯 将腌过的猪肉片放入锅中旺火煸炒 炒至金黄色 待热力散去 装进洗净晾干的陶罐中 可供一年使用 李鸿生现在生活在城市 每年这个时候 他都会回老家陪父母一起过年 对李鸿生来说 故乡不仅是家庭的温馨 还有那浑浅梦细的闷罐肉的味道 春节临近 到了置办年货的时候 李家也准备着杀年猪的事 明年都是杀年过 从理工之后都开始了 各家客户都开始杀 一直到过了拉月尔市之后 留足过年时要用的 五花肉部分则会被用来制成焖罐肉 焖罐肉的腌制过程很简单 将精盐均匀地洒在肉块的表面 反复揉压 使盐与肉充分地接触 家里的瓦缸几十年来一直用来腌肉 这些大大小小的容器 见证着岁月的流逝 沉淀着时间的味道 李鸿生的父母都是退休教师 两人已经共同生活了四十余年 乡村的生活简单闲适 也造就了他们质朴的性格 山区木材丰富 修剪下来的板栗树枝 是炒制焖罐肉时的上号燃料 五天前 烟过 山坡 中国的油 大小小小小小 poquito 瓦 炒至焖罐肉 不加任何调料 将切好的腌肉生片 下到锅里 用旺火煸炒 李鸿生手艺远不如母亲 还不能独自掌勺 如果肉太费的情况下 就是死凉 毕竟能炒死凉 按照我们的串通炒法 就死两半左右 炒至七八成熟 加入切好的瘦肉 高温的作用下 肉质中的水分蒸发 肥肉中的脂肪融化成油 母亲炒至的同时 李鸿生也在一旁 清洗着陶罐 将洗净的罐子倒扣着 便于控干水分 带肉的热力散去 淘罐也已经晾干 炒好的肉色泽金黄 弥散着浓郁的咸香味 加猪油 没过肉块 能起到隔绝空气的作用 放置在干燥通风的地方 可以保持一年不会坏掉 厨房里 母亲正在为年夜饭忙碌着 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餐 焖罐肉将是这次宴会的主角 萝卜焖罐肉 取新鲜萝卜 切成厚度一公分左右的块状 提前在热锅中汆水 加少许油 放入焖罐肉翻炒 蒜苗用来提味 临出锅前 加入清汤 炖煮至萝卜酥软 少许生抽 足以提色增香 然后转到炭炉上 边吃边烘 萝卜的清爽 与肉质的鲜香 形成美妙的平衡 父亲叫叔 回来说 在一家人到时候 吃一顿肉 那等父亲都是说 母亲就做一顿 我们前面三个在一块吃 如果吃了个肉 就情况下 就是未来过来面 然后如果开放点之后 然后先把收入 一个人先到一块 自己先吃 在那个时间 还是搞当食品 新的一年开始 人们又将陆续地涌入城市 李鸿生也将离开家乡 为事业打拼 信仰腊肉里浓浓的黏味 马燕村于氏家族的家族宴席 鲁山酱闷鸡里 所蕴含的妈妈的爱 一碗柿子醋的父子情深 亦或是几十年间 一碗玛雅汤 所表达出的爱人之间 唯一碗朴素的爱 它们是美食 是味蕾上的浓浓香愁 也是人们心中 对故乡和家的眷恋 一茶一粥一饭 它们是简单的重复 也是令人魂牵梦绕的 家的味道 随着时间流逝 它们总会让人 不经意间驻足回望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是孟科 下周同一时间 老家的味道不见不散 感谢新浪新闻客户端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